嗨小伯们大家好呀 我是小伯文 今天7月8号了 现在是多云的一天 昨天晚上又下了一夜的雨 早上也下呢 现在出太阳了 现在展现在你们眼前的 这五颗黑橙子 也叫黑蛋 也叫乌兔兔 大鹏卖它的时候 名字叫做黑橙子 这个是古堡头位的 去年的6月13号 收到的 这个是黑橙子的妈妈 最开始来的时候 是住在我们的天使盆里面的 后来长大了以后 9月19号呢 就给它入住到这个盆里面了 现在你们看它们的变化 剩下的这几颗全都是夜叉的 目前这一颗 是长得最周正的大单头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然后这一颗呢 是一个比较小的 也是很周正的单头 这一颗是我们微宝的 上次还扒过它的叶片呢 这一颗是哈哈的 因为它们两位是我们直播间的优秀管理员 所以这两个是给它们的福利 小伙伴们特别好奇的就是 当初还有一颗 我叶叉出来的 从它的身上 扒了很多的叶片下来 叶叉成功了 我觉得它应该还是很欣慰的 今天就来给大家揭晓一下 它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吧 其实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夸张 我记得上一次拍视频的时候 没有掀开它的头纱 让大家看它的真面目 很多小伙伴猜测 我扒它的叶片 扒的只剩下一个耳钉了 哪有那么夸张啊 我给你们看一看吧 来吧 揭开你神秘的面纱 看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还是剩了这两片叶子的 现在略微的长好一点 我就赶紧发给大家看了 免得你们担心它呢 以为它挂了 其实没有挂 那个时候确实太可怜了 我下面是留了两片叶子 就是这种大一点的 留着的 然后这些叶片就被我扒 扒的只剩 真的 这几片叶子 现在这几片叶子 三个月了吧 因为我是4月30号 扒着它们的叶片 现在你看 两个多月的时间 也长了几片叶子出来了 黑蛋 可得争气啊 今年秋天能不能够实现 黑蛋自由就靠你们了 其实我还想扒一点 它的叶片下来 因为这一颗 这一颗 我觉得它真的 可以跟妈妈媲美了 长得也挺不错的 当然妈妈现在 我几乎不从它身上 扒叶片下来了 这一颗我是舍不得扒的 然后这两颗也不能扒 这两颗是 小伙伴们的了 我还想从它身上 扒一点叶片下来呢 你们看小橙子可不可爱 哇 我觉得这个小橙木鹿的 这个颜子好高呀 每一颗都是那种紫红色 特别的好看 这一颗双头的是苹果姐姐的 然后也是从它的身上 扒下来的叶片 还不错哈 我觉得它们现在表现 都还挺棒的 既然都已经出来了 给它们扒一扒枯叶吧 这一片我好像看到 它这下面有几片 消耗的叶片了 可以给它扒下来 这样呢 它的那个通风会更好 这一颗刚才我看了一下 它那个装置还挺粗的呢 小伙伴们看得到吗 好周正的大单头呀 这颗是叶叉出来 长得最大的一颗 我觉得也跟它的盆有关系 多肉就是这样 你给它的盆越大 它长得就越大 看看妈妈 妈妈有枯叶吗 有妈妈是一点枯叶都没有 但是你们看妈妈的这个装子 小伙伴们看得清楚吗 装子都已经好粗了 妈妈继续努力 今年冬天 我们要看你的颜值哦 再来看看这一颗 这一颗我觉得有一些枯叶 把这个枯叶给它扒掉 哇 你们看它这里面的这个毛细根 长得到处都是 这几颗我前两天 才给它们进了盆子 这一颗呢 这一颗也有了 哇 这颗好周正啊 漂亮 这一颗瞧一瞧 也有枯叶 哎呀我都好后悔啊 不应该把它种在这么小的盆里面 种在大一点的盆里面 它会长得更快一些 然后叶层也会更多一些 这样就可以 可以把它的叶片了 这就是给大家教的黑蛋的作业 小伙伴们还满意吗 希望你们满意 千万别责怪我 当初把这一颗扒得太惨了 现在你们看 它也长好了 还是不错呀 别嫌弃它 正因为它的牺牲 才有了 这么多漂亮的黑橙子 这么小 它们这么小 这么可爱 你看 太萌了 好好看 谢谢这些黑橙子叶片如此争气 这个是5月27号定职的 一个多月了 它们在这个盆里面长了一个多月了 长势都还挺不错 好 黑橙子的作业 我就给大家交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 可否满意呀 这两颗都是女厨锦 它是它的孩子 它们两个是母女关系 但是你看 妈妈的状态是不是更好 更漂亮一些 当初 从她的身上揪的小头下来 它现在虽然说状态没有妈妈的好 但是 我觉得 它胜在头多 然后租性也挺好看的 等中间的这些小头长大了 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好看 这一颗妈妈一直放在挂栏外面 然后我发现 它这个头啊 这个组头 你们看到没有 已经枯萎掉了 我发现它的每一个杆子都长了七生根 我决定把它们都拔下来 然后呢 重新牵插 虽然说不能成为一个整群了 但是重新牵插了以后 我相信每一颗都能长成 像它这样的群生的女厨锦 我现在发现女厨锦 总的来说还是皮实的 重点是它出状态还挺好看的 先从这个头开始吧 我就是发现这个头 你看 它的杆子其实已经在枯萎了 这个女厨锦的那个杆子好细呀 看着特别的娇弱 可能这个土有点板结了 因为也有好几年没换了 重新给它们扦插吧 如果你现在不给它重新牵插的话 它到最后的时候 杆子枯萎了 然后吸收不了营养 最后它就会挂掉 现在取下来一颗 这颗还挺好看的 到时给它们坐在那个小白方里面 你们看这一颗也是 像这种群生的多肉 你不想让它们最后换盆的时候 十分五裂的话 小伙伴们就要提前给它换盆 别像我等到这个时候 它们的这个组装已经不行了 这一颗的杆子 我明显的感觉还挺好的 比那两颗好 那两颗你摸着吧 都感觉别别的了 都感觉那杆子没有活力了 这颗就非常的好 这颗我觉得也不错 你们看这个竹头 你看这里就开始抱小牙了 看到了吗 这颗群生的铝出井 现在就变成了八个小单头了 到时候给它们重新种到 小白方里面 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会拥有八群铝出井了 那我们事务以待吧 好了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拜拜